蔡主席 還有我們陳建仁副總統候選人 還有我們總幹事蘇嘉全 還有民宿長 林昭憲民宿長 還有民宿部長 好 那我們今天第二場辯論會的會後記者會 我們這次開始 那在開始之前呢 向各位媒體報告 因為時間有限 那也為了保障我們每一家媒體提問的權益 所以我們每一家媒體就提問一個問題 然後我們就依照這個原則來進行我們會後記者會 來首先 是不是我們記者要來先提問 好 我們先讓你們今天主辦的會好 三立的鰻魚 不好意思請教席主席 那個今天主委的話 很多的時間都在罵你們 好像有把他提的這個證件深論清楚 甚至呢 他今天還 引用你2012年的時候 跟馬英九辯論的時候講的一句話說 今天展演電節的是朱壁的 他是不可能有學的 今天確實是有點可惜 男者有這個機會 男者有這個機會 有一個深圳的機會 一天用這個機會 把總統候選人對於未來他想做的事情 跟臺灣人民對於未來有共同的想法 共同的感覺 共同的面子想一下 當時真的一開始就花了很多的時間 給我很多指教 但是這些指教其實很多都是 就像我在編論裡講的 很多都是貼標籤 也有很多會不會是扭曲 比如說莫名字 我們主張是改良式的名字 我們沒有主張這個名字 至於RCEP的問題 我也在很多場合都講過 我還甚至去到印營去過 去找他那個情況 我也在新加坡也講過 也講到RCEP 所以顯然我相信朱古錫那邊 對我已經講過的話 應該都搜尋了很多次 可是搜尋這麼多次的結果 還是有這樣子的 用錯誤的講法 扭曲的講法 或者貼標籤的講法 是覺得有點浪費了這個深圳的機會 好 那我們是請風聲秀哥 主席不好意思 然後再來談談 你不免實的要問 就是問你說 你對於今天第二場面的表現 你覺得怎麼樣 這另外你怎麼看 這個宋主席跟朱主席 今天的表現 你跟今天在等會 因為你上面 這另外兩位對手 你覺得他們的回憶會是如何 我覺得這事情還是 讓大家來各位吧 那 至於我的部分 我是很精心盡力的 只要我們多問題 我都會去回答他 而且是在時間區 都會到達為了怎樣想去做的 掌握 好 謝謝 那我們是不是給今天媒體 四二十八 一八 主席不好意思 對於朱主席 其實他有提到 就是第一題的時候提到 就是他其實 因為我提到主要願景 那四年內 應該要完成什麼樣的證件 那如果沒有完成的話 怎麼樣 我覺得可以有一個交代 這樣 好 謝謝 謝謝 這個 火牙的事情 我是覺得 朱主席可以利用火器 有蠻多的東西 不過他選擇 這個問題是蠻可惜的 那這件事情 有地方的幹部講是感恩參會 那朱主席一講 尾牙 這時候吃尾牙是有點早的 那在選前大規模的請客示範 本來就是一個不尋常的事情 那再怎麼說 也都是覺得好像怪怪的 而且在相關的法規裡面 也被講到大規模的請客示範 它是一個可能會選的太陽 所以這件事情 我看朱主席一講 都會有點心審 就好好地解釋一下 至於就是說 完成這個證件 如果各位仔細去看一下 我聽出來的這個 這個古大研發計畫也好 或者是安心計畫也好 裡面其實都有這些具體的規劃 甚至有些地方還有具體的數字 都比較同等 其實我覺得在這一次的整個 選擇的過程中 我們所取出來的證件 其實都非常地距離 主要你詳細地去看這些 這些我們的規劃 大概就知道說 我們在一個過程當中 我們要打出的目標 大概都在層面 所以這一次 所以這一次 我們當然不會像 國民黨那樣提出 633或者是黃金石 我們其實是負責任的 站著一樣提出的政策裡面 具體地去說 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也希望打出什麼 好 謝謝 那老師請台式的冠軍 主席您在辯論場上 其實講了很多就是 朱立倫跟馬總統的事情 那馬總統其實昨天對於您的 原道文告的聽評 他要您公開道歉 那麼還有是在辯論場上 其實朱立倫講的3萬 他是基本工資 網路選的4萬 他是講的是薪資 那這樣是不是有點 妳剛批評他們有點 電波刀拆購這樣 然後其實 之前的22K政策 其實拉低了部分行業的情形 那主席剛剛所說的 最低工資法 那會不會也有一樣的效應 那你覺得22K夠嗎 謝謝 這個 我講的最低工資法 22K是兩回事 那 4萬塊錢的事情 其實他是一個保障協計 其實他跟基本工資 在很多的概念上 他還是有相互的 那 另外就是說 我講的基本工資法 我主張要明明於基本工資法 我們希望就是說 基本工資法的定例 是一個常態性的 到了選舉的時候 才想到說要加基本工資 做選舉的調作 我們覺得那個不好 那我們也希望基本工資的調整 有一定的標準 比如說最價 生活的基本的這種需求等等 那這些來做我們 一個定期的基本工資的檢討 就是調整的一個欺詞 所以這個講法 大師跟朱主席提出的 這個七位中 沒有獎金的 最後沒有獎金的 德主獎的想法 其實是比較跟接近我們的價格 也就是說 你要參考物價 參考基地情勢等等 那你去按照整體的情勢 來調整個基本工資 而不是像朱主席講的 很決斷的就是說 例如說我四年之內就要到達三個塊 不信討論說你外部的情勢是決這個條件 或者是說你討論這個條的這個方案 那它後面有什麼樣實質的這種標準在裡面 比如說我打個股價的問題 或者是那些勞工提供的生活需求 這些這個才是我們真的要去考慮的事情 有關剛才的問題 請問我在補充下 我想我們這樣來看 就是民黨的過去 或者我們就是過去 在看出去這個總統的選項這個證件裡面 其實對基本上 從來沒有反對到調稿 只是我們認為基本工資呢 調整的是應該有一個制度 那這個制度呢 其實是應該討論到這個股價的變動 比如講說生產力的變動 或者說它還有就是 中國可以去做整整 就是在這個制度上去調整 而不是去設定一個目標 這個目標就是幾年代的達成 這個目標其實是不太有意義 所以它沒有很多前提 前提是不確定的 所以這個目標是 是故意目標是有問題 舉個例來講好了 假設四年之後 從五張上漲了一倍 那這個公司三萬就變成一萬五了 今天今天一萬五了 那這個怎麼行呢 所以我想說 當然不會增加一倍 但我就去寫 就是說基本工資調整 太多的因素 不要去盲目的設定目標 這個目標其實是不夠專業的 那麼剛剛講的那個 這個美國其實它的這幾個 洛貝爾經濟學長得主 以及經濟學界的意見 基本上也是從提高金資 讓需求帶重成長 這個觀念來看 所以認為呢 應該要工資 基本工資要反映物價 隨著物價來調整 同時呢 要考慮到美國的這個 勞工生產已經提升了 但是工資率 並沒有提高 這個角度來建議的 所以我想這些東西呢 都應該是要通盤的考慮 這是並沒有去违背我們的想法 這是第一點 去通給各位說明 第二個你剛剛提到那個 那個那個22P的問題 其常說 其實我們在應付 這22P會發生 就是因為在2000年 軍人海漂之後 把政府的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就是工資政策的這個 其實做的這個方法上 其實有點 我覺得在我來看 很夠專業了 那麼其實現在2001年 那個民黨時政時候 也有網路討論文化 那時候也有這個 低薪還有這個 這個就業部署的問題 那民黨是用補貼 補助企業 來運用勞工的方法 來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並沒有讓 這個工資率下降到22P 好 那麼但是這個是 22P的這個 同樣是解決了 這個當時就業的困難 好 所以我想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這個部分呢 其實跟基本工資 是沒有關係的 是跟我們的工資政策 和所有法上 是不是專業還細力度 這個是有關的 好不好 所以我做一個最基本的問題 謝謝 主席的這個公司 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有一點是 毛孟師的問題 要 略有一點像大爲 其實他不是有一個 基本的經濟國際在裡面 OK好 謝謝 我們時間有限 那我們最後一題 留給外媒 是週日新聞的 薩德西沙 你好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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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請問一下 中共大選後半戰 最後的關鍵的電論會 已經做完了 那麼為了 剩下的兩個星期 為了做完最後一例 你的精神 精神 精神的重點放在哪裡 然後 大家說 這一次的選舉 是很難的 所以說什麼 謝謝 您請盡我們講 我們最後的一個階段 除了還有一集之間發表的之外 我們最後的階段 就是要讓我們的支持者 或者對台灣對來 有很多期待 也希望台灣會是一個不一樣的台灣 那這些對台灣的期待 希望把改變的人 都能夠出來做票 這是最重要的 所以 最後兩個禮拜 我們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去投資人 一個角落 然後去找到我們 找到我們 一個人 能夠 鼓勵他們也好 支持他們也好 都能出來做票 好 謝謝各位媒體 今天的參與 也跟大家說辛苦了 那我們會後的記者 謝謝大家 謝謝 感謝 感謝 祝福大家 新年快樂 謝謝大家 謝謝 下課 Q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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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K